咖啡 谢谢 我跟文丽提过车祸的事 我猜到是她跟报社说的 你猜到了 但琪 你相信我 文丽她绝对就是想给我打报平 没有想伤害王阿姨的意思 这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 至于文丽我也理解她 她只不过做了一件 我想为你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怪她 我跟你说呢 这么做确实影响到 明明和我妈 但事情出了 日理报不入口 总得有个人捅破这层窗户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处理 海滨 我觉得咱俩之间有隔阂 什么意思 我怀疑过你 你怀疑我什么呢 车祸 是人为还是天意 你等我把话说完了 你不用说完 我也不想跟你解释 但轻者自轻 说什么轻者自轻呢 咱俩换位思考 假如现在你是我 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你的时候 你还能爱人自得吗 我告诉你咱俩是要结婚的 结婚就不能有怀疑 比我这么做难道不对吗 你真的这么想知道真相吗 嗯 我可以告诉你 你还不上这一天 你会说什么 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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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看着对我 看着是不过了 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我说什么 他说什么 我说他说什么 我说我说他说是 好 喂 你好 是文杰房产中介吧 我在网上看了一套 一水厅的房子 那如果我半年一付 能不能便宜点 好啊 那我现在就想看房子 好 那一个小时以后见 谢谢 拜拜 好 海冰啊 王阿姨 您好 今天应该有空吧 今天待会儿去看看房子 然后就没事了 我约你吃个饭 好啊 我回来以后 咱还没好好的 一块儿吃个饭呢 那我请客吧 不用 你刚刚回来 以后你请我有的是机会 今天我先请你 就这么定 好 再见 阿姨 嗨 嗨 你是吴海斌吗 我是 你是 我是蒋梅 你是汪阿姨的女儿吧 快请坐 我听我妈妈提起过你 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 那汪阿姨呢 她刚才打电话来说 要晚一点到 在路上了 你 你 我 想喝东西吗 我帮你浇 哦 我不渴 你呢 我 我也不渴 你看的什么书啊 新媒体 这杂志版得不错 我听妈妈提起过一次 你是学传媒的吧 对 真厉害 什么都懂 没有啊 海斌 对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吧 干脆过来帮我 我是学传媒的 建筑我不懂 有什么不懂的 做生意嘛 我一教你就会 放心吧 我会帮你张罗一切的 你是我在骗的人 你来公司 没有人敢受你一字半语 我再想想 还住在旅馆吗 啊 行了 搬过来吧 我们家有好几间客房 你可以随便挑一间 还有人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这多好啊 你别添麻烦了 我呀 刚看着你东方的 环境条件都挺不错的 我准备马上要把它租下来 哎 海滨 你就到我们家来吧 你看我每天一个人 也挺没意思的 你来了 咱俩还能做个伴 你听听 我给妹妹都邀请你 你就别再犹豫了 搬过来 就这么定 好吧 进去吧 来了 海滨 王爷 您好 海滨哥 你来了 我带你到处看看好不好 好 好 去吧 到处看看 行 走 我跟你说 我家还有个书房 好 好多书 进来吧 海滨 家壳虽然大 但依然保留的是 家庭是个关系 人事关系也很简单 你以后要做事情 直接向我汇报就行了 坐吧 海滨 海滨啊 虽然我们俩没有选源关系 可是缘分不欠 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儿子 真是妹妹 她从小被我宠坏了 行事作风 比较任心 我觉得妹妹挺好的 对您还孝顺 是啊 我对她没有太大的要求啊 我只想给她找一个 对她好的丈夫 轻轻松松过日子就行了 这是家和集团嘛 我还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 我 莫阿姨 我 别跟我说你对这事不在行啊 阿姨我从前也是家庭主妇 是因为蒋梅的爸爸走得早 我才把公司扛起来 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认为 只要事在人为 你愿意 再加上努力 一定没有在行不在行之说 我知道 海滨啊 我看得出来妹妹非常喜欢你 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她 不敢高攀 谈不上高攀不高攀 只要喜欢就行 喜欢吗 喜欢 那就行啊 那我就把妹妹交给你 你当时还不知道 蒋梅得了预造症 不知道 我就觉得她性格比较内向 我爱说话 但她很喜欢笑 而且笑起来漂亮 我喜欢 知道我们结婚以后 散个多月吧 我才发现不对了 她怎么了 之前我们俩 是处于恋爱阶段 两个人天天腻在一起 我很开心 我觉得她的病情 肯定也减轻了不少 后来我到佳河上班了 我怕人家说我是吃晚饭的 我就拼命工作 想证明我自己的实力 当然这么做 肯定忽视了 对她的关心和爱护 就在那个时候 她犯病了 我觉得她的行为 是失常的 比如说买东西 不给人家钱 比如说到酒吧喝酒 喝醉了闹事 走的时候呢 到车库又找不着车了 然后搞破坏 这些事情都是她妈妈 背着我来收拾餐具的 那后来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有一天 有个商场突然间 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呢 这到底什么情况 他在我们商场 偷一条丝巾 他恶人先告状 大吵大闹啊 我们都觉得他精神啊 不正常 我告诉你们 我是佳河集团的千金 我怎么会在你这儿 破地方偷这个破丝巾 我不管你是谁俩的千金 先把丝巾给我付了带走 你平时不愿意付钱啊 丝巾还带你 夺带你底下 我们更有电视时间够的 自己钱 什么自己钱 我还给你 我忘了付钱不行啊 不过 坐下检查也可以 检查什么 运前检查嘛 很正常 正常个屁 你凭什么让我去检查 我妈生我之前就没检查 你撂个检查室 你说 我哪儿不对 你说 我看你有病 该给他来治你 你有病 吴海斌 梅梅从小被我宠坏了 她是比较情绪化 我觉得她现在 不仅仅是情绪化的问题 你什么意思 你说她不是情绪化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你是为她的丈夫 你不知道她什么问题吗 我 我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应该带她去看看心理医生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看心理医生 自从她爸爸走了以后 梅梅一直这样 性格暴躁 情绪不稳定 我的一个医生朋友都说了 这不是这么大问题 也就是 预造症的出击症 预造症 原来你是被骗了 当时我也这么想 可我有转念一想 其实我第一次 看见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那么漂亮 我就爱上她了 如果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她有病 我想我还是会娶她 只不过会更关心她 爱护她 不至于落得个那样的下场 我想她妈妈 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海滨 对不起啊 我不该怀疑你 没事 你怀疑是正常的 因为之前我答应过她妈妈 不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所以有的时候跟你在一起 我就有口难言 让你造成了很大的误会 你放心吧 以后绝对不会了 我一定会对你和汪阿姨好的 谢谢你理解我 我想在我们结婚之前 我会帮佳和把这次难关冲过去 等风平浪静以后 我不会再到佳和上回来 你决定吧 反正我全力配合 那我就放心了 工地听过这么多天 工头还跑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到现在为止 工地踏放了 还伤了几个工人 你说这个损失谁来弥补 你身为副总 我让你去考察 你就这么考察的吗 这确实是我的责任 我没有看好整个项目 忽略了好多漏洞 不过汪董您放心 我会尽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来弥补我的过失 这么大的损失怎么弥补 我看是我自己去吧 汪董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如果我再做不好 我就引咎辞职 您先把身体养好好的 那你赶紧去解决 好 我这就去 喂 怎么的这是 都是我不好 出了这么大的事 换作是我 我也挤了 行了 我妈那人的脾气 你还不了解 别介意啊 没事 咱赶紧想想 下面怎么办吧 要不这样 我去看看 我爸爸跟工人比较熟 我可能比较好说话 那好啊 那你赶紧去了解一下情况 晚上在我们家碰头 好吧 嗯 走了 嗯 这事儿咱躲不过去了 那怎么办 解铃还需洗凌人 咱现在就回公司 直接找斯蒂夫 走 走 大家听我说 大家 大家 大家听我说 大家 听我说 大家不要生气 我桑严仲对这件事 不会袖手旁观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团结 向资方 讨回所得 桑先生 人家是有钱的人 我们斗不过他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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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放心 我女儿是网络公司的主持人 她会为大家声张正义 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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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来了 孩子 你给大伙说说 各位叔叔阿姨 我是永续网络的 节目主持人三一零 你们的消息 我刚刚听说 具体细节我不了解 但是我能向你们保证的就是 在我的最大能力下 给你们争取合理的补偿 你看这样行吗 怎么样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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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们还硬着啥呀 这是成型成艺帮咱们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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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韩娇 呦 韩大美女 你主动给我打电话 可真难得啊 多慌善善的事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说的是民工受伤的事情 还有啊 你们管事的人 怎么一个都不见了 现在可是下班的时间 我下班的时间 一般不谈公事 除非 你跟我聊完了私事 我们再谈公事 我的韩大美女 你刚刚可破坏了 我一个约会 我现在申请索赔你 好啊 那你来我的办公室 我们慢慢聊 好 等我 请查 gemeins 他马上就到 好啊 咱们怎么跟她谈呢 这个人厚颜无耻的 我心里也没底 厚颜无耻 那就好办了 你想怎么样 先喝咖啡 多小辈儿了 就你一个人在公司 我们来谈一下 东方上上的案子吧 你忘了 我相当不谈公司 可是我叫你来 就是为了 知道你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什么吗 是记 你其实并没有你表面上 那么热爱工作 那是因为你所认识的男人 达不到你所要求的人 你才记情于工作 真是你 是希望一个又体贴又能关心你的男人 而我全部都能做 信吗 东方上上的案子已经很紧迫了 别在这儿说这些没用的话 难道你对我 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这里是办公室 那又怎么样 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 你放松重点 你要干什么 你一个人在办公室把我叫来 你咋干什么 你别乱来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你干什么 这小时机会放开我 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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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对 吴先生 干嘛停下来 继续 你们 都拍清楚了吗 拍清楚了 那就看看 潘交 来 送汉小姐出去 好 走 拍得還真是清楚啊 美國人 憑這個 恐怕你得在中國的監獄 住幾年了 吳先生 吳先生 這是個誤會 我們可以談點正事了吧 東方商商 仇生民工的事 你打算怎麼辦 我們賠 根據你們的要求 好 馬上起草一份賠償協議 讓他簽字 好的 行 那咱們這正事就算說完了 接下來我想跟你談談私事 有個事我特別感興趣 據我所知 你們洪峰好像不是什麼 很有實力的公司 但我一直不明白 為什麼汪董一下子 跟你們簽了八年的合同 這個 我不能說 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 你不說 第二 進監獄 這個不是你們想知道的 那個什麼 我可以跟韓小姐單獨聊嗎 不必了 我跟她是一起的 有什麼話你就直說吧 忘記有把柄在我手裡 有什麼把柄 什麼把柄 這個我真不能說 咱交 打電話報警 等等 錄像 錄像 什麼錄像 我明白了 你手裡有一盤陸翔袋 可要挾也幫我做嗎 所以她跟你簽了八年的合同 你也得到了 在洪峰現在這個職位 我說的對不對 你說的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就非常感興趣 錄像帶領兒到底是什麼內容 告訴你 如果我告訴你了 你能把手機的內容刪掉嗎 沒問題 而且我還保證你不進監獄 今天晚上可以從這兒 平平安安地走出去 是蔣梅 我和蔣梅的路上 你和蔣梅 你們幹了些什麼 是和蔣梅的 是哪個路上 她的路上 是哪個路上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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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妈妈陪着你 别怕 妈妈陪着你妹妹 别怕 妹妹 妈妈在你身边 阿姨 在你身边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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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我在这儿照顾您啊 我不要你照顾 方姨 方姨 阿姨 您别叫了 她回家给您弄好吃的了 一会儿就回来 我不要见到你 你赶紧出去 我可没法走 我是受人之托 你受谁的托 海滨 还有韩小姐 他们人呢 他们去佳河处理工作的事情了 我不要你照顾 赶紧给我叫个护士来 王阿姨 我可是受人之托 在他们没回来之前 我是不能离开这儿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三依林 王阿姨 您失了那么大气干吗呀 我不想怎样 我就想好好地伺候您 我肚子饿了 你给我弄点吃热吧 饿了是不是 我正好给您准备了 皮蛋瘦肉粥 还热着呢 您尝尝 勺呢 这儿呢 这个时候您应该很忙啊 我这两天休息 你为个栏目取消了吧 王阿姨 这事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像你这种人 就算你不再永续了 你照样可以拿着我们家的事 到处报应 现在我们公司又出了 这么大的事故 你可以少怀兵啊 拿着第一手资料 卖个好价钱 你在这儿干吗 放心吧 等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了 我一定会做一个详细的报道 到时候我要请王阿姨 去当我的嘉宾 您看怎么样 您不是饿了吗 喝粥吧 坐吧 把它打开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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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没东西我已经都给你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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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没东西我已经都删了 咱们没东西我已经都删了 好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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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文 你到底想的怎么样 你能不能理智一点 理智 我很理智 我明白吴海逼 我妈告诉你的是吗 所以你找别的女人来刺激我 是不是 你想让我心里难受 对不对 我还真就告诉你 我蒋梅的男人多的是 从结婚前我就一直这样 所以我妈才让我跟你结婚 她是怕我在外面乱来 你傻了吧 你傻了吧 你以为你自己猜测兼收 你很聪明对不对 你错了 我告诉你 今天下午我还跟别人在一起 而且 我很快乐 早就跟你说了 活着 没意思 现在这样 挺好 好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海宾 一切都过去了 别想那么多了 走吧 老公 你还记得这条裙子 还有这个包包吗 这都是你给我买的 你说 希望我能穿着这身衣服 去参加第二届 网络最受欢迎主持人奖的 颁奖典礼 可是当时我没有听你的话 还在车上跟你吵架 对不起 我今天把它穿来了 我这一路上来医院 好多人都问我 这衣服在哪儿买的 他们说好漂亮 所以我想 如果我要是参加第三届 网络最受欢迎主持人奖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他穿上 然后会站到台上 跟所有人说 这是我老公送我的 我要告诉所有人 我好心能有今天 全是因为我有一个好老公 他一直支持着我 老公 这些年 我每天早上睡醒一睁眼 都能看到你给我准备的 丰盛的早餐 你告诉我 不管怎么减肥 早饭还是要吃的 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上班林出门之前 你一定会给我泡一壶胖大海 告诉我要好好保护好 这副嗓子 然后下午 你不管工作有多忙 都会抽出时间 给我打通电话 发条短信 告诉我要好好工作 要加油 我每天下班 我每天下班 一出单位门口 永远会看见你在那准时接我 这么多个节假日 你永远不睡懒觉 会早上 会早上的跑到菜市场 买一条新鲜的鱼 回来给我熬汤 你告诉我 女人要多喝鱼汤 我每天下班 两个人会依偎在沙发上 你陪我一起看白天我主持的节目 你给我提出大大小小的建议 让我改进 帮我提高 老公 这些年 我们就是整个日复一日地过来的 老公 谢谢你对我的爱 谢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 可是你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我今年 有可能拿不到最佳主持人奖了 不过没关系 这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老天爷 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就是你 我一直做了 可见 擦肩而过 一步促获 熟悉的风 吹着�了 这画面里接近你的泡沫 短暂而绚烂的脆弱 擦肩而过 转身沉默 你的脸中黄山的梦 好心要点雷代步好一点了吗 时间这个 滴散着 擦肩而过 比乎错过 熟悉的风 吹着冷漠 连我们眼里逃脱 时间这个 老公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公 老公 你怎么能 rewards 我然后把你達到高架 让我一天 从来不顾身 你最后的事 噓尔 雨嵘 以后每天早上 我依然会你准备丰盛的早餐 让你有个健康的身体 每天以后康大海 保护你的嗓子 不管有多忙 我每天还会发一条短信给你打气 黄昏的时候 我依然会准时地接你下班 这假日我不睡懒觉 我会早早地到菜市场 给你买一顿汤 我让你的身体棒棒的 我还有个请求 就是在下一届你获得最佳主持人 颁奖晚会上 一定要记得说谢谢我 因为我就是上天送给你最好的礼物 老师 谢谢你们 我愿意 我愿意 你不说了 我愿意 你的心